好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国内焦点新闻 国家体育总局网站25号消息 体育总局办公厅公布十四五期间首批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经专家组审议并报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 决定确定上海市 成都市 武汉市 深圳市 广州市 长春市 重庆市 大连市 青岛市等九个城市 为十四五期间首批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发布会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1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 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.4% 城乡市场同步恢复 升级类商品消费增长明显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1.6倍 餐饮收入增长18.6% 已接近疫情前水平 人均教育文化舆论消费 交通通信消费 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分别增长27.9% 14.3%和14.8% 近日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调整农村客运 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 对涨价补贴部分做适当调整 其中农村客运涨价补贴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客运发展 出租车涨价补贴主要用于支持城市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 好 今天新闻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稍后主播方亮行进将为您带来新闻下半场 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何准备下半场的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